很厚的布丁耶 可是我这个吃到我会生气的话 我母亲前面要吃这种东西喔 双层的 因为都是那个柠檬塔的卡士达吧 他吃得到那个水果的果实耶 很漂亮吧 很硬又很酥的 接近饼干的那种感觉 还是没办法原谅他呢 今天是2021年的4月29号 然后明天是劳工节的比假 我不知道大家明天有没有安排什么活动 Anyway 反正呢 全联在明天又即将要推出 4月30号到5月9号的一系列的母亲节蛋糕 然后其实这次有7款 但是因为有其中两款实在是太巨大 我觉得他的属性跟之前的 就是圆形蛋糕蛮像的 所以我就这次偷懒就是先布开箱那两个 但是呢 这五样呢 我觉得是比较 跟之前不一样的甜点系列 这次的期间很短 我看他的DM上只有4月30到5月9号 所以大家要把握水晶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频道的话 我频道是专门开箱全联 还有超商甜点 亲子旅游育儿生活 以及物理治疗室的日常 如果你想要看到最新的群联 或超商美食甜点 开箱的话 一定要先记得订阅我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最新的影片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今天这五款 甜点好不好吃的话 就继续看下去吧 好 首先第一款 香草布丁起士蛋糕 179元 他是非素食 这也是那种6寸的 然后 哇 真的很可爱耶 首先就看到这个 全联的这个 公仔 他是有附刀叉 而且还有蜡烛 先给大家看营养衡分表 每一份836大卡 好像可以先看一下横切面 它的横切面有一块很厚的布丁耶 看到吗 将近一公分 很怕它会掉下来 哇 很好拿起来 横切面就是这样子 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上下都是清乳酪蛋糕 中间是卡士达 或是鲜奶油跟布丁 直接吃给大家看了 其实一吃进去啊 它蛋糕体比我想象的在干 然后说实在 乳酪味实在不浓 有点失望 再吃一口 我觉得它蛋糕体 没有轻乳酪的感觉 就是说真的它不太绵密 之前那个Kiri的那个轻乳酪蛋糕 是我吃过全联出过最好吃的乳酪蛋糕 但是这个哇 有点让我失望 你刚吃这一块啊 当吃蛋糕是干的 说实话布丁啊 没什么蛋香味 味道也很淡 所以这是一款平淡无奇的蛋糕 我说真的 甜度的话大概只有三分 是很清爽啊 如果你怕甜的人吃这款应该是OK 还是说这是母亲节的关系 说它特地那种很清爽感 可是我这吃到我会生气的 母亲前面要吃这种东西哦 太凶了 材质不OK 哇 第一个就是让我那么失望 它没有轻乳酪蛋糕感有的口感 跟浓郁程度 气味跟香气也不足 布丁也不够香 然后不是那种鸡蛋布丁的感觉 这一款香草布丁起事蛋糕分数是2.2分 下面一位 好 第二个就是玉泥双层长条蛋糕 189元 那我们就开箱咯 直接拉开 这样子 先看一下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193大卡 近距离看一下侧面 它做的很像香帅蛋糕耶 双层的 它这玉泥厚度偏厚哦 有差不多1公分哦 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很期待 因为它的香气没有很浓 直接去下去 我觉得很悲哀 哇 这批的师傅是不是 有换啊 蛋糕很干耶 然后玉泥 玉泥感觉也不绵密 玉泥本身不够滑顺绵密 感觉玉泥是可能没有加很多奶油 或是鲜奶油 吃起来口感啊 粗糙粗糙的啦 甜度大概5-6分 不会很甜 哇 我觉得 这个很清洁关系 所以放很少油啊 奶油跟奶放很少 这个不行啦 虧它看起来那么好吃 如果你是喜欢吃口感好 然后比较高层次的甜点的话 就也是比较选择这款 唉我讲不出什么好话 那评分时间这款玉泥双层长条蛋糕分数是2.2分 到现在还没有令我满意的 那第三个是柠檬蜜干乳酪派195元 看起来我觉得蛮特别的耶 先看一下它的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307.2大卡 诶 闻到味道了耶 有点香 有点应人期待哦 它的厚度大概有快2公分哦 给大家近看一下 这样子 好怕掉哦 它上面看起来就是一些乳酪的 就是cream cheese 还是怎么办 然后上面有一些蜜干啊 柠檬皮 哇 它的侧面蛮丰富的耶 给大家看一下 它侧面真的有蜜干耶 直接吃这一块啰 嗯 哇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 这味道超足的 就基本上你看到 它这个中间呢 它这边都是那个柠檬塔的那个 是卡士达吧 就是柠檬塔里面的那个浓浓的东西 我必须说柠檬味非常充足 然后酸味也够 它都是那种小儿科的酸 它是认真的柠檬酸 然后咬下去跟那个柑橘嘛 的那个口感搭配还不错 因为那个柑橘是蛮有水分的 然后塔皮也不软耶 塔皮是微酥的 我试试看上面的 哦上面这个 有点像是糖霜 但是介于糖霜跟鲜奶油中间 它上面的不会很甜 整体吃起来大概七分甜吧 酸度大概有七八分哦 嗯 是有水准的柠檬塔的感觉 但这个味道我觉得 195然后这么大 我觉得是很ok的 而且它里面还那么多料 它吃得到那个水果的果实诶 那个整个纤维很新鲜诶 吃得到 里面是满满的那个蜜干橘 满厚的柠檬塔酱 终于一道可以让妈妈开心了 平分的时间 我要给这款柠檬蜜干乳酪派 4.2分 好接下来是玉泥玫瑰塔 99元 这款是奶蛋素 那我们先看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210大卡 然后它有两个 所以基本上一个是50元左右 还蛮香的耶 我们带大家近看一下 很漂亮吧 哇 这个塔皮是厉害的 需要用锯的喔 很很硬耶 它里面有芋头块是不是 这是卡士达吗 还是什么 就直接吃咯 嗯 芋泥本身还不错 它这个黄黄是蛋糕耶 海绵蛋糕 这款塔皮非常酥 我觉得很厉害 它里面有芋头块 芋泥本身没有到很绵密 但是比刚刚那些都绵密了 我不懂为什么要放蛋糕耶 口感不会比较加分 你看这次塔皮很棒 是那种很硬又很酥的 接近饼干的那种感觉 基本上里面就是芋泥蛋糕 甜度大概有七八分 是有点腻 吃到后面就很腻了 整体吃起来算协调啦 但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亮点 我觉得它的亮点应该就是 它的塔皮很酥 会吃到烤烤烤那种 好 这款芋泥玫瑰塔 但是我给它四分 还不错 很快的最后一个是 芋泥布丁蛋糕盒 199元 它是奶蛋素喔 那我们看一下它营养成分表 每一份237大卡 这蛋糕盒我跟你讲超重 我觉得大概快两公斤吧 真的我没有在夸张 这侧面 闻起来就还ok 那我就直接挖一口喔 外面上面这层蛮硬的耶 哇 下面是布丁是不是 应该是 所以下面是布丁有点出水 直接吃一大口 哇 蛋糕一样的吃物耶 干粗糙 然后它的芋泥有吃得到芋头块 再吃一次好了 我觉得刚挖下去那感觉 蛋糕就不妙耶 真的是硬到有点压不下去耶 嗯 其实芋泥本身还不错 这个蛋糕一结合下去 因为它布丁刚好出水 蛋糕吃起来就很像泡过水的蛋糕 怎么办 口感又扣分了 说不上来有一种 空虚的感觉 真的 它蛋糕很失败 我不知道是为了 为了要做什么 就是蛋糕本身很硬 很干 那不是我买到 这别差了吧 它下面的布丁咬到之后就变成碎碎的 然后 有一种烂米巴的感觉 像这样子 就 可是我吃错边 会不会另外一边比较好吃 因为上次那个黑金布丁蛋糕 它有一边很失败 泡水的感觉 它另外一边很好吃 那我吃这边好了 还是没办法原谅它 就是它布丁 应该是布雷啦 蛋香味太淡 然后口感也太松散了 它如果可以把蛋糕的 干硬的程度再改善 然后布丁 吉利丁还是什么再用多点 让它凝聚一点的话 我觉得应该会好很多 对啊 这样一盒很重 有点可惜 我要给这款 芋泥布丁蛋糕盒 2.5分 吃完了 我觉得这五款最令我惊艳 也最推荐的 就是这个 檸檬 逆干乳锅排 我觉得它真的是好吃 可是它没有一个可以挑剔的 不论是视觉效果 口感还有调味 我觉得都还蛮有水准的效果 然后第二个就是 芋泥玫瑰塔 我觉得它那个塔皮很惊艳 就是真的超酥脆又硬 其他的真的是 哎好失望喔 我觉得 我觉得全年之前的那个芋泥系列 没有那么难吃欸 会不会讲太直 这一次我觉得 蛋糕都蛮令人失望 蛋糕体的部分 我的影片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的话 欢迎喜欢 并且分享 欢迎在下面留言 这次想要 来给妈妈什么样的蛋糕呢 最重要的是订阅我的频道 来马主附生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